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其實半年下來我發現 我的家長很支持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後來自己回想起 因為我在九月開學之前八月中 我就開始在網站上把我的訊息跟家長做介紹 把我個人的專長跟家長做介紹 所以其實家長對我來說 還沒開學就算有點對我了解 然後在家長日的時候 我跟他們談摩克思 跟他們談班人教學 我發現其實家長會 蠻認同的一個很專業就是 他看到老師有沒有專業在那邊 有沒有為孩子在做努力 有沒有在他們的疑惑上 獲得老師這一塊的解答 當老師 班人教學他有專業理念 然後孩子的問題 老師可以提出一個所以然來 然後家長對於教學上的一些 迷思或問題的時候 他也能夠透過很多的溝通管道 能夠了解的時候 但是他就很支持老師 所以其實我倒是覺得 我想跟家長講的部分是說 其實有時候真的可以跟老師多聊 多溝通 像我不只用網站 我還有Line 我試一下有班群的Line 無時不愧他們有什麼問題 就大家Line上面可以去做溝通 當然聯絡部這些就不用多說了 最主要是其實還有一個 我倒反過來也可以建議老師 就是說你透過跟孩子好的溝通 讓孩子去幫你傳達訊息給家長 因為我們不得不說啦 你說現在老師跟家長要直接面對面溝通 時間上其實就有困難 不要說是老師的時間 光是搞不好現在很多 爸爸媽媽下班都是七八點以後 有時候他們回去第一個訊息是孩子來的訊息 那有時候你把孩子溝通好交好 回去他幫你轉達了很多正面的東西的時候 反而會比你說的時候還有用 所以這個其實有時候也是很有趣的啦 大概是這樣子 不舒服 但是真的會說很多能力 od volver 起奇事 我覺得很像是有什麼 為何禮拜